《瘋狗編輯室》 2019年,我們MARIDE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瘋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大家好 大家聖誕快樂 星期三晚本土最前線 有個同台獎 有些事賞心軟目 不要經常看壞事 挺漂亮 不過這星期發生的事也不太漂亮 不過有一件事我突然想起 覺得要先提一提 就是關於周梓樂 因為周梓樂的《四一零訊》 其實一直都在進行 一直都有些新發現 可以說是突破性的 每兩三天都突破性有些新的法治 我聽了一個說法 就是最近為何捉這麼多人 每天都捉人 其實是想從傳媒角度分散注意力 讓大家只顧著去留意 其他新聞淡忘了周梓樂這件事 我也覺得這件事可能可以成立 對於他來說 只是一剪雙丟 因為這段時間 其實是拘捕很多人 每天都拘捕 每天都拘捕 包括昨天就是北區好輪社 在北區粉嶺上水那邊的教會 基督教教會 我是否認識 我好像也有接觸過他們 不太熟悉 大家都知道 應該守護孩子 其實穿著黃色背心守護孩子 那一班就是北區好輪社 他們搞出來的 就是這一班 被捉了 也是凍結戶口 就是充公資產 然後同一時間 早上又拘捕了幾個 好像是拘捕梁國雄那些 是 陳浩恆 廢哥 那些就說7月1號 我記得今天好像也有拘捕 今天我沒有留意 我不記得 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因為每天都會說 他沒有八名男子 七名男子 之前又拘捕了 真的很多 有時候突然醒不起來 總之就是保持著 節奏就是每天 幾乎每天都會有人被拘捕 還有一個提提 周庭暴息不了 對 周庭暴息不了 日本又暴動 網民那些人 我想都是一件好事 周庭暴息不了 在日本成為了一個民主女神 都叫做一個途徑 一個動力去給日本人去關心香港的事情 都是一件好事 周庭暴息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希望他明白了 不要太難過 聽說他也很難過 我也可能很難過 我12日就是星期六 我就是四、五、六 大浩日就是明天 今天是星期三 星期六 我上庭了 我判罪了 一個不幸的 有罪就拋入禮之閣了 我現在是底 看看是怎樣 這段時間又好像加速了 整個形勢 總之在反抗陣營 又有些變化 加速了外流 你看到很多人真的走了 有些普通人又走了 特別的人又走了 普通人的就是因為過往那段時間 然後開始部署移民 就是一個普通家庭移民 都很多 你看到港台節目 有時有些訪問 連登有時有開帖 很多人說 離開香港很捨不得要移民 始終這裏都是我家 都很多這類型的帖 文章 故事 拋出來 普通人都是這樣走 而梁仲恆就說走了 聽說走了去美國 我不知道我沒有和聯絡不太熟 本來走了就有一堆 現在 許智峯最近期 交為均動 都可以說近期 就是香港流亡史上最均動的一個 黃台洋當然在近十年來 應該是第一個 香港現代抗爭史中第一個流亡 就是黃台洋 李善儀 還有 還有的 還有的 可能我們不認識 不知道的 有些無名事 走了 去到許智峯這一單 不知為何很均動 因為他本身之前有一個公職 因為他 天時地利人和 再加上他真的有個身份 黃台洋 只是假假的都叫做政治組織的領袖 但是實際上他沒有任何公職 這個世界都很現實的 你是有那個名字就有那個名字 有那個職談 就不知為何是不同的 就是特別興奮的 就是後面的BBS 什麼太平新鮮 什麼 一人跟他說句話 那些聲音都是不同的 對不對 就是 世界就是這麼現實 所以 因為當時我覺得 我沒有得選 立法會16年被人取消的資格 我覺得是 最大損失的一件事 就是 沒有獲得一個人民的授權 也沒有一個剔圖 沒有一個職限 沒有一個被賦予權力的一件事 就是有了這件事 例如我去海外做很多事情 怎樣說話 都一定是方便很多 也都 真的有一個通行證 我相信 而許智峰就是 一個很好的示範 對不對 他作為一個 泛民的議員 當然他在香港裡面 他絕對不是 什麼激進的分子 只是民主黨 民主黨裡面 比較激進的人 他 雖然說很激進 但是他也是一個和理非 就是 他是一個 可能他的心態上 都很激進 但是他做的事情 其實都只不過是和理非 你說他下去 抗爭現場 他只是拿著大聲弓 罵他 也是這樣 他沒有扔東西 沒有打 只不過他 心態上 可能和泛民 和其他民主黨的人 有一個不同 在這裡 至少他是 你理得他做的方法 我們不要理他的方法 是有效沒有效 好不好 但是你看到他是一個 很有心的人 那 他那篇文 其實一開始出的新聞 先說 許智峰 去了丹麥 整家去了那裡 我懷疑他 我回憶那個情況 因為那晚我寫的新聞 首先 香港靈一爆了 好像就是 我們上個星期 我們做節目 之後 之後 因為那晚我跟回新聞 之前他獲得丹麥那邊的議會邀請 參與一個氣候變化討論的會議 但香港靈一 過馬一報 就說他家人都走了 那些人就跟著去問 就是問他 最初那個答法比較曖昧 他說他現在在履行公職 他就不會去說這件事 他就會繼續履行他的公職 但是過了兩天之後 就說他正式宣布流亡 跟著就是戶口的問題 戶口的問題亦都很刁鑽 就是為何初頭 應該是星期日 他的戶口首先凍結 跟著他 他和他的家人 應該是幾個 他的妻子 他的父母 然後到沒多久之後 他就說 他大部份的戶口是解凍了的 應該是第二天是嗎 當晚 當晚 所以我寫一篇文就說 你為何不勤力呢 整個禮拜都政府搞定 但是到了第二天 到了大概應該是中午之前 又再凍結 但是在這個窗口期間 其實他的父母應該是拿了大部份錢 他自己這樣說 他自己這樣說 就是說還有85萬 就在中文那裡 中文應該就從頭到尾都沒有解封過 對 另外就是他去反駁警方的說法 就是說 那個沒有來用到那筆錢 即是眾籌 那筆錢 那筆錢還在律師行那裡 而我理解 這個問題政府 即是警方是沒有再回應過的 即是他的說法就是 其實我由始至終去眾籌 去告進行私人檢控 那筆錢都是由律師樓和管理 那筆錢都在他們那裡 碰到沒有碰過 那我相信是 即是 正常應該是要這樣做 這樣做不穩陣 你現在這樣說出來 大家沒有爭辯 大家相信嗎 是嗎 你檢查 即是不是你可以檢查到 即是你可以檢查那樣東西 即是你可以檢查那樣東西 然後大家在吵 即是話言轟動 即是外界 即是全世界 雖然是全世界 因為香港號稱環球金融 地貓智慧 環球金融 地貓智慧 大家會看看環球金融 這樣凍結無故 然後又解凍 然後又凍結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相信就是他一開始 就是一開始 就是偷雞 就是堅強迫銀行去凍結 對不對 那可能 就是有另一邊的力量 就反彈回來 就說不行 我這樣做 然後最後 就動用這個國安法 即是這個叫做 雙方寶劍 雙方寶劍 對你沒有講錯 雙方寶劍 現在什麼都可以斬 那就OK 如果你說國安法 那就國安法 是不是 你真的有法例就好 那就做 我相信是這樣 這個就 充分展現了 香港環球金融 國際中心環球金融 地貓智慧 就是這樣 總之就是駁大霧 不行就強行來 是不是 中國人那時候是這樣的 一定是不出聲不出聲 先拼一下 因為看到 打手板 立刻縮手 然後就強行來 一哭二鬧 三上吊 總之又發瘋 而許智峰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都很 感觸 是不是叫做感觸 有些感動 雖然許智峰 貴為民主黨的一緣 大家都不太討論民主黨 只不過 我覺得 許智峰 從他個人來看 不要說 純粹因為民主黨這三個字 就灌了一些東西 在他的頭上 當然他的民主黨也是壞的 但是 你看到他 剛才我所說 他都勃心勃命的 你看到他都很賣力 走去 示威現場 真的做 你都感到他不是說 撥上鏡 還是他自己 他自己 賺了很多單 整個九單 數都數不完 更多 長毛 長毛都出了 被人拘捕 寫文典 其實許智峰不發聲 被人拘捕 在身上 許智峰不發聲 被人拘捕了多少次 這件事我都很佩服他 因為我自己也做不到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在身上 被人拘捕十次八次 還繼續出來 還繼續搞 還不發聲 所以 沽默論他 有沒有成效 做不做到事情 但是 武功也有勞 這些十足十是 也看到實際上 他被人拘捕得很厲害 他不走 他都很糟糕 現在他一走 你會看到 馬上有凍結 不單止是他 我想 他自己也想不到 就是他老婆 他父母也凍結了 他都玩到這樣 是呀 中國長 什麼法律 沒有什麼法律 我就知道 你這幾個人 就知道我不是封這幾個 這就是根據 根據法律第幾條 因為這幾個人 做了什麼 純粹是這幾條 我看不上 你走了 我就封你身吧 他的解釋 就是他協助他 什麼 一定說什麼串謀 什麼走簿 違反保釋條件 等等 一定作得到 是不是 他老公 你現在有什麼證據 現在那兩個 真的跟他一起走 是吧 有什麼證據 證據他們 怎樣預謀 還是他父母 做什麼 有沒有證據 他父母跟他的Whatsapp 你有沒有拿出來 現在你是覺得 就是現在 零一這樣報 你有沒有說過零一這樣報 人家的新聞傳 就說 是呀 老父母全家走了 然後現在又怎樣 你又說 是呀 那就封他 或者許智峯自己口說是 那你有沒有證據 確實 你有沒有去搜證 你是不是去機場拍照 有沒有跟蹤他 有沒有Whatsapp紀錄 還是怎麼樣呢 不過算了 你真是曬狗的氣 是呀 我也覺得是曬狗的氣 因為為什麼 曬狗的氣 那做了怎麼辦 你現在 真的出去不去 就是第一次 我說好呀 你現在說我不適合規矩 我就解凍了 解凍我再凍過 我用國安來凍你 現在適合規矩 真的有法例在這裡 寫明了 過了 你們無故不跟 許智峯呢 其實我也覺得他很慘 他這真是犧牲 這真是為香港犧牲 因為 你看看民主黨 也有很多人 很可愛 是否說 胡志偉好像被捕了 是啊 跟梁國鴻 廢高陳那裡有一堆 你看看幾個民主黨的議員 現在還有什麼 鄺俊宇還有 你說了數 鄺俊宇 黃碧雲 胡志偉 有幾個 那些 那些 表現 你很明顯看到 有心無心 真的做 他不需要做那麼多事情 黃碧雲 他偶爾出來 撲了兩次頭 那就算數了 叫做有做了事情 那就可以繼續 代薪 已經有了 他做多了 他不會有獎 他做多了之後 被人挖了幾次 然後被人政治迫害 搞到全家逃亡 就是這樣 那 我覺得他幾慘 這些真是為香港犧牲 然後要 就是老婆子女 老爸老母 要整家一起走路 就是這個 有肺炎期間 我覺得他們走去 就是歐洲 其實都是 叫做走在一個危險的地方 就是某程度上 不過都不夠在香港危險 當然 那我想他們都不是說很想 尤其是老人家 應該都對外國沒有什麼興趣 通常都說 哎 就是外國沒有什麼 又不懂得說別人的語言 是吧 現在留在香港 好 但是都沒有辦法 都要老爸老母 就是老婆子女 全部都要一起走 還要連累老爸老母 被人凍結戶口 連老爸老母 都要一起被人政治打 其實 都很慘 這些是中文的 叫做連助 是的 他是真的為香港犧牲 可能他都很混亂 他又不支持獨立 又不支持什麼 可能是大中華交 不知道他是什麼 但是確實他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我就不希望 那些人會去怪責他 再說什麼 但是那天的確 有些人會去說這些話 好像有 有 我看到一些 我看見好像也有 但是我看見這些都是廢話 所以我就看 也免得看 我知道有 但是 浪費了 隨便 我看完 你也不會改變我的看法 浪費了我的時間 有個說話也要在這裡說說 有些人就說 你明知道要走 為何不先安排好資金 而先走 有很多ologie 為何不先拿口罩 為何不先欠好 tribal 為何不先離開 你先走了 為何要搬錢 怎麼才會我們做 我相信 譬如你說 為何許智峯銀行 為何會有一價中銀價 카保 Wonderful se loop 但我覺得 有些原因 我想背後很多東西 你不知道 可能他在家裡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按揭 或者什麼事情 很多的 你剛才那些 他可能是有些錢 可能要用了中銀 或者是幾年前放在那裡 有些原因 誰知道嗎 當然 也有很多限制 或者他走得很急 或者是你的錢搬到哪裡 你全部都拿出來 帶他去外國 你是傻的 你有沒有過關 限制10萬現金 還是多少錢 你怎樣拿出來 難道他們去總行會 或是總行的那裡 抽出來一球東西上飛機 很多東西 人家一定有很多限制 一定有很多原因 但我想說一件事 很多時候大家坐在房間裡 對著電腦說話很輕鬆 你有沒有被人拘捕十八次 可能他也想在銀行排隊做手續 不過我想他在銀行排隊又被人拘捕了 你猜人有很多時間 可能他也有些傻的事情 有些做得不足的事情 但你有沒有走過路 也沒有 他也沒有走過爛 他也沒試過流亡 一些事情做得不足很正常 我補充一件事 我猜許智峰在他臨上機之前 其實那些被人正在跟蹤 他一定被人正在跟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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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事 剛剛我們做節目 今天去之前有個報道 其實當時他要參加這個會議 警方是詳細問過他 是的 他又再求他 你說你去這些 要給一些詳細的行程 然後新聞就說 丹麥那邊政界有很多人一副反應 我可能聽到民主鬥士 我香港來的 我馬上連前首相也下水幫忙 一些環保組織 一起立刻編了一份行程出來 總之就過了一關 所以去了丹麥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都很幸運了 我真的覺得 但是 許智鋒之後有沒有這麼幸運呢 就難一點了 其實在幾年前已經說了 有些人說 李善儀這樣走 黃台洋這樣走 類死之後那些人 那時候是誰 在《花生臺》爆出來的 因為他是台灣那邊 叫做華人民主書院 台灣那邊有一個叫華人民主書院 也有很多香港人 社民原來是《花生臺》那幫人 聽起來好像完全不關事 但其實都是他們來的 就是《花生臺》 就是《花生臺》 香港有很多政治的幼苗 你講過往幾年 都是本土派拔起 本土派全都是小孩子 又是沒走過老的 沒流亡過的 也都沒搞過這些事情 又沒什麼出來的社會工作經驗 當然是不知《花生臺》 去到那邊人生路不熟 隨便找到一些人 有些人對他很好 又受了 通常有些主動對你很好的人 都是要小心一點 都會有些後果 爆出來 但是抗爭者的角度就是 你這樣走了 那你同案的人怎樣 或者之後的人怎樣 你會累到別人 可能保釋不了 累到別人走不了 還是怎樣 不過都沒得這麼說 那你要留到什麼時候 留到最後那個人讓他走 還是怎樣 但是你現在 時候去聽這些說話 就完全是垃圾了 你去到某一個情況之下 你惡劣度就是 你不能不走 是呀 問題就是 只不過你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去做這件事 如果有法律的話 還有法律的 就是每個個案 都要說是本土派 兩腳應該是不同的對待 每個案例 都很難說 因為根據那個案例 有人走了 他可以用來說 雄方 但是官會否看夠 當然 如果有法律的話 官員可以說 對 那就不會被他保釋 也可以的 那些官員都是人 那些人都是混亂的 是不是 都可以混亂 也可以是善良的 所以也有很多人說 所以不要怪他們 不要說什麼許智峯 女社後面的人 都沒得這麼說 現在沒得說 現在差不多到了這幾天 一面倒 我覺得現在就好像在Polly圍城 走到你本事 走到 都沒什麼義務去照顧其他人 不走到 因為你自身都自顧不下 是不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行不行 我也很難去顧其他人 所以你去到那一刻 這麼危急的環境 就 唯有真是 勿敬天責 你有辦法就自己走 這個時候要靠自己 因為大家都自顧不下 每個都是黎菩薩過崗 自身難保 不要去責怪那些所謂政治人物 政治領袖 說他們有什麼責任 他們都是人 還有說那些人 可能有一天他們自己都要走 對 就是你讓人多走 對 有些人在罵 之前罵他 你為什麼要走 到那天 原來自己都要走 對 許智峯也應該沒有想過自己會流亡 對 這個就是我剛才的論據 就是他沒有想著走 起碼一年前就不敢想 對 沒有想著走 所以就把錢放在國銀行道路 就這麼簡單 整件事 全香港都沒有想過民主黨人 會流亡 那一刻 是的 但是 許智峯就叫做 水彥仔很精彩的一幕戲碼 在他走的時候 都叫做 走的時候 引爆他 真是招呼政策 我撤出 燒光油田去 招呼政策 真是攬炒 其實他是攬炒的政權 他走 現在政權要搞咎他 共產黨搞咎他 要封他戶口 那便封 封就有環球金融地貓自費 那就攬炒 你封他身家 小事 一百幾十萬 但是你損失的 就不是一百幾十萬的事 如果你 環球金融的玩法 還有 怎麽說呢 我覺得走得很轟烈 他 終於不是民主黨 所以做多的人 始終不能夠留在民主黨 到最後 都退民主黨 他退得很轟烈 我現在退黨流亡 我覺得很帥 雖然 但他去區議會那裏未退 隨便 隨便 那些人 你說那些議員席位 那些 區議會那裏 有所謂 他缺席兩次 那些人動議 凍結他 然後取消資格 那些 他大會不可以缺席 那些 都無所謂 那些一切都不重要 即是區議會 其實在現在來說 都不重要 在將來更加不重要 有沒有區議會 都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少了政治資源 大家 沒有了當然是不好的 但是 有力都做不到些什麽 所以不要太著緊 我想 你走老 還在想那些事情嗎 對不對 你抱著媽媽的狗狗 就走 我也不知道媽媽的狗狗有沒有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也叫他走得很轟烈 我覺得很正 雖然許智峯都很疼的 我經常覺得他不知道為何 做些什麽都只差點 差點 我覺得他是一個衰無過法的人 他真是極之衰無過法 真是面目的 但是 他是一個好人 只不過 可能他不太幸運 我覺得他也值得寸敬 始終他 最後這一下 是轟轟烈烈的 我現在宣佈流亡 告訴全世界 香港其實是有流亡 香港是有政治迫害 香港是會有政治犯 香港是會有政治犯 香港已經不再是 大家以前想的 什麽太平盛世 什麽福地 現在是會有政治犯 有流亡 還會 抄家 凍結你身家 許智峰這一下 我覺得 我想他也不是想做到這樣 我想這也不是他的計劃 但是 他這樣一走 順勢就令到 有這樣的效果 好嗎 幾好啊 希望他 可以 一家人在海外 可以生活到 說到這裏 想起這個 北區好鄰舍的教會 昨天被人 又是 抓人瘋譜 又去搜集這個教會 然後 那個牧師夫婦 現在身處在英國 原來他們放假 幾個月在英國 可能他們叫Recheat 基督教 退休 換言之 他們都沒有任何的潛度 他說他有打算在英國研究開分堂 即開教會 可能他想 那麽多香港人去英國 會不會在這裏開花教會 可能他是這樣想 總之他就說 其實他只想在英國放幾個月假 但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現在就說通緝他們兩夫婦 其實他也不用回來 也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 至少他 叫做海外 但他又被人凍結了戶口 又是這樣 即現在呢 現在有收眼法 現在就是 加上抄家進去 即現在抓人封艇 就抄家 基本的 即以前是純粹抓人 現在只是抄家 那麽之夫婦就說 即麻煩了 凍結了 那麽你無法怪牧師 這個 是吧 那麽他不知道 突然間會被人拘捕 突然間被人抄家 那麽所以那些錢 他真的有洞在裏面 他動不了 那麽 即這個情況都是 非常普遍的 現在 所以大家都要有心理準備 那麽之前 那麽經常都說 什麽禁止錢出來 不騙你 即是 風水都喊起十年八年 如果我們這些不騙你 就禁止出來 一定沒有死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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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想法是很簡單的 你花了錢便最好 那麽不行 那麽留下 那麽 你拿著現金 沒有用的 那麽他在香港 還要拘捕你 要拘捕你 那麽都應堂 花了的錢才是你 是 即是 如果你找了幾百萬 放在這裏 那麽都叫做沒有花過錢 那麽錢都是 都不是你的 那麽要分量部份講的 那些是剛才我講的 那些是個人財產 但譬如你涉及到 所謂的 所謂 的眾籌 所謂的 那麽 那麽就是另外處理的方法 好 休息一會